是什么?有人说,旅行的意义是为了在枯燥的生活中增添一些趣味 有人说,旅行的意义是为了让自己在庸碌的生活中得以放松 还有人说,旅行的意义是为了让自己能在过程中增广见闻 那怎么样才算是一场旅行? 而我们又要怎么样旅行呢? 在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趟旅行前 我对旅行这两个字有毫无止境的疑问 从小住在爷爷奶奶家的我 由于家里离故宫博物院十分的近 所以出门在外,总是能时不时的遇到游客 而我最喜欢的便是当一位小小导游 为他们的指路并介绍附近的景点 今年寒假是我上高中以来的第一个教堂的假期 来这里听 而为了证明自己的成长与独立 我决定展开一场属于自己的旅行 而由于从小就住在被高楼大厦还要的都市里 所以那历史古厕更是吸引我 因此我决定前往台湾的古都台南 展开一场自己的旅行 起初靠着自己先前的准备 一切都十分的顺利 眼看着就差最后一个景点就要达标了 但是我却在不知不觉中迷路了 正当我手足无措之际 此时有一位与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孩 忽然叫住了我 她问我你需不需要帮忙 而我柔如一位溺水的人 在湍急的河流中偶然抓住浮沫一般 直呼太好了 并接受她的协助 一路上她为我带路 我们有说有笑 而我也仿佛从她的身上 看到了那当初在台北 也同样乐于助人的自己 不过对比自己有时多余的思虑 她的开朗着实影响了我 而我也决定效法她并改正自己 不过在就趟旅行里 不只让我认识她人 同时也在探索自己 因为在迷路的过程里 我才发现到原来那离开舒适圈 独自得面对困境时候的自己 是什么样子的 原来我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般独立 原以为自己纵使遇到困难 也能够临难不拒 从容面对 但是事实证明 在当时我连先将自己的心 安静下来都没有办法 而此时我也才终于知道 平时有家人父母在一旁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而独自自身在外生活 又是多么的困难与不易啊 所以在这一趟过程中 我发现了自己需要赶进的地方 但是我想我也因此更认识了我自己 从这趟旅行里 我发现不管是在高楼林立的都市里 像是我自己 又或者是在古色古香的成都里 像是那位我短暂的礼拜 即使空间有所移动 时空有所变化 但是我们都可以发现人心的美 所以我认为旅行的意义衡量 不在于金钱物质的多寡 也不在于时空长短的远近 而是学习在过程中 亲近认识他人 了解并反思自己 寻找并拉近人与人 你与我之间新的距离 所以我认为旅行的意义 在于探索人心的美 我的演说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你有写小宝吗